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早上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同報現場直播 又來到星期四周早上 我們總編輯時間了 每個星期四周早上都會有星島本尾新聞社長 還有總編輯 梁建峰先生 跟大家討論國家大事 梁總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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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回到演播聽 做總編輯時間 給大家新鮮感 亦有一種很輕鬆的感覺 可以和梁總 談談世界大事 我們上一期的節目中 已經解答了大部分的 在我們時觀察約你喝早茶的活動中的問題 還有兩個小小的問題 不如在今天的節目中解答他們 不要失敗我們這些朋友 這個時候我們先問一下關於本地的 其實我們經常說在灣區住房的短缺 很多政客都會提出 可負擔房屋是我第一個會處理的問題 所以聽眾就問到 灣區可負擔房屋未來的發展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屋主和租客的關係 就是禁止驅逐租客令的未來 因為這個都令到這幾年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我們不如先第一節關心一下本地一些 我們很關注的政策 好 其實這個住房問題 我相信美國是一個問題 但也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 香港亦都說住房問題嚴重的 有人甚至說到2019年那個暴動 其中一個因素可能都是跟香港的居住環境有關 所以現在新一屆香港政府都是 甚至中央中聯辦都說要 徹底在未來幾年裏面 就解決香港的住屋難的問題 所以住屋難基本上都是一個世界 很多地方不是所有地方 很多地方都遇到這樣的問題 甚至於中國 中國一樣 中國現在的樓價當然是急煞車 急煞車停住在那裡 但住房的問題 都是一個民眾關心的生活議題 好了 說回來美國 說回這麼多地方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房子不夠 房子不夠的時候 是不是多建一些房子就可以呢 似乎這樣就很簡單 不夠房子住嘛 那就多建一些房子 不是那麼簡單的實際因素 現在在這裡說 你建了房子 誰能買得起呢 好像大陸曾經過去幾年的時候 樓價不斷升的時候 你追不到的嘛 你只是特定的人才買得到 美國亦都是所謂房屋 就是中等收入的人 是負擔不起的 你買不到屋的 或者現在的年輕一代的大學生畢業出來 他們是沒什麼機會 可能在10年8年內買到屋的 這個問題就不是說 屋的供應量不夠的問題 是屋價上升 屋價上升 所有的人就用方法去控制屋價 譬如香港或者中國大陸都會有 特別是香港 什麼任花稅入 辣椒 什麼辣椒呢 就是說你再買多第二間屋的時候 可能你就要給多些稅 那就是打擊那些炒樓 中國亦都有這些措施 限制你限購令 你再買第二三間屋 或者給本地人優先 第一就是說到房屋供應 第二就是如何控制屋價 這兩個我覺得 都是解決問題的一些方案 都是各部解決 但是有多少少都是有些自標不自本 因為主要的問題 不是說屋的供應量 是不是突然間萎縮了 所以到不夠屋呢 其實那個原因是 我想更大原因 是因為那些人買不起屋 那些人買不起屋的意思 就是他的收入不夠 他收入不夠 他不能夠有足夠的錢 多餘的錢 或者能夠買了屋 第一他給了他首期 第二他又能夠供得屋的時候 又能夠有正常的生活 所以這個收入的差距 從屋價的上升 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你純粹說是供需問題 是不是很多人想買 那些人價格上升了 其實不是的 這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 因為房屋是一個商品化之後 房屋是投資資本 投資下去要賺錢的 所以資本投了下去的時候 他要在最短時間裡面賺最大的利潤 所以他只可以是 期望它一路一路這樣上 如果有一個產品 尤其是這樣的大宗產品 不是啦 你吃一個菠蘿包 蜜柏菜 那樣 他用這麼大的資本投下去的時候 如果你告訴你 這個市場 這個地產投資市場 二、三十年都會保持平穩 只是得5%、8% 有多少人有興趣呢 可能這些錢就會想 我有其他事情可以好做 所以當資本進去 在這裡想賺錢的時候 他只會讓他繼續進去 而且上得越快越好 那空間當然會利用越大 你說資本之後 那人要收入呢 收入走到另一個極端 另一個極端是什麼呢 又是資本操作的時候 你那些打工那些 尤其是低層勞工 你的薪金越低越好 是不是 你的薪金越低越好 你想年年加10%、15% 不要啦 你最好幾年也不要加薪 就是這樣一個 這個資本運作的時候 就會在勞工市場那裡 盡量令到勞工的成本壓低 勞工成本不低的話 那企業怎麼賺錢呢 如果勞工的成本 是隨著其他的大宗生活消費品 要上升 比如隨著屋價上的時候 哇這樣很不可以 難道我一直拿上去 那我這個生意怎麼又賺錢呢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 企業或者資本 要賺取最大最多利用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矛盾出來了 屋作為商品 它想去價值上 勞工作為一種生產的成本 它想越低越好 所以長期美國 為什麼這幾十年來 戰前戰後或者戰後的幾年 和現在 我們勞工階層 第一中產階級萎縮 第二勞工階層的實質的收入 購買力要這麼說 實質的購買力 因為你說銀碼沒有用的 我們初來美國的時候 三元幾四元最低工資 現在最低工資到十五六元 你以為很發財嗎 不是的 你物價上了去 所以你購買力就說 購買力 現在購買力是比以前下降的 即美國社會 我們說戰後發展了這幾十年裡面 居然我們的勞工的收入 是會購買力 是越來越低的 然後你屋價作為商品 它是不可以讓它跌的 它只可以上息 這個差距 為什麼能夠解決矛盾呢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 巷負擔房屋 將這些責任推給政府 即是這些資本家 剛才說 你政府做這些 因為你政府要兜底安全網 那政府就蓋了 政府就死了 那政府去哪裡 賺錢來蓋呢 政府可能有一些土地 又想辦法 搞很多東西 公私營合作 又或者在那些建築商那裏 搞少許出來 在美國做法就是 當你建立一個大的 這些公司建築的時候 你拿回10% 20% 用來做可負擔 即是低於市場價 又是這樣的方法去操作 嘗試在那裏拿一些出來 拿得多 又有人會反對 那些建築商 地產發展商又反對 或者他用另一種方法 又說 好 我給你一些錢 但你不要在我的物業裏面 搞一些可負擔 即低於市場價 因為他認為這些住戶 會說得難聽一點 影低了那些物業的價值 這也是這樣的想法 另外就是 我給錢來 他等值多少錢 你拿這塊錢去薩卡拉 那麼遠 另外再建一些 造成了另一些社會問題出來 好 到政府沒有辦法 跟這些發展商 跟資本搞不過的時候 因為他們要靠資本家 他們又被郵稅 又被政治捐款 是的 那你搞什麼方法呢 搞一些 因為有問題出來 房屋問題 到了危險的時候 例如新冠疫情的時候 那些業主 你不可以讓那些租客逼他走 他不交租 你也要讓他住在那裏 政府會付錢 政府有時候未必付錢 後來才說付了一些 也不是長期付 就把這個 解決著那個責任 又給了那些小業主 他不是給大業主 大業主賣光給你們 那就已經賺光了 然後銀行 我們很多人都要按揭 銀行又在房子那裏 又賺他的利息 又將賣樓買賣債券 又在那裏 變成金融產品 他們一不停地拿房屋賺錢 但是真的拿著我的房屋 在付利息的 或者靠他收一些租金 來供款的 小業主就要承擔 整個住屋難題的社會責任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不公平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說簡單說 這個住屋問題 我覺得不是一個簡單問題 不是說供需求不夠 我們多建一些屋 那去哪裏 去哪裏出資金 又要去哪裏 不是一個輕易 而我們這樣看一個 供需的問題 是社會結構 整個社會制度資本 你用一種比較公平的社會 你的社會福利也好 你定你的工資制度也好 定你的稅收制度也好 就是很多的環節 要讓社會公平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禁止 驅逐租客令的這件事 令到很多小業主都受創 這個問題他就問到 這個未來是怎樣 但其實現在已經獻了一個 比較惡的惡努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不公平的 是不應該由小業主去承擔這個社會問題的責任 租客不能交租 那你說是不是政府的事 這個我們說得更大的 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 但是政府如果要承擔責任 就政府承擔 不應該由業主去承擔 好這個時候我們稍微去廣告先 稍後回來繼續關注我們今天的話題 也還有一個問題 讓梁忠去解答一下 回來第二節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今天都有很多話題 不過首先先解答上一次節目 我們留了一些問題 未幫我們一些聽眾和觀眾朋友解答 剛剛說了一些地方的問題 接下來都是關於選舉方面的事情 聽眾叫Ben 他就問選民方面 我們選了一些民選官員出來 會不會他們幫我們搞定所有事情 但有時候政府干預過多的話 反而有些反效果 就是大政府的話 反而有些反效果 就譬如說 將最低工資設定過高 反而失業率可能會增加 那怎樣去權力的平衡呢 大政府好 還是小政府好呢 這個對於美國的歷史來講 梁忠看得很多 有時候列根政府的時候 就是小政府 但是有時候民主黨的主政的時候 就有很多福利 特別是大政府各有很多政策 那你怎麼看他的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本身就有兩部份 一個就是民選官員去掌握了公權力 那麼我們公眾怎樣去約束他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 所以這位聽眾朋友 本身的問題就是分開兩部份 兩個很不同的話題 第一個說一下這個民選官員 怎樣去約束他們 怎樣約束他們呢 這個就是關乎到我們整個 所謂民主制度 這個政治體制 配合我的意義是怎樣 我們說民主這兩個字 我覺得經常是被濫用 而是不求甚解的一個詞 因為民主 我們用中文來理解的時候 這個翻譯 Democracy過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 人民做主 挺好 翻譯這個人 翻譯得不錯 選了兩個字出來 但是實際 從這個制度本身 就在他的殺行裡面 我們覺得是偏差甚遠的 甚遠的 很遠 民主 如果我們用中文來理解 告訴別人 這是一個民主制度 那就是人民做主 就是說 老百姓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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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政府或者這個國家的主任 所以他們的聲音 他們的意見 他們的福祉 應該是第一優先的 這個就叫做民主 好了 要解釋民了 民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總體 因為你說民 什麼是民 毛家姐 黑衣 他是民 一般最低層的勞工 底層勞工也是民 中產階級也是民 然後上升到10% 5% 1% 他也是民 所以你說民主的時候 為人民的利益 糟了 什麼是人民的利益 你說得不可以 說得通 就是 我有我的利益 你有你的利益 不一樣 顯然不一樣 你結婚有小孩的人的利益 跟你那些年輕人 剛大學畢業出來的那些 又不同的利益 老人家又有老人家的利益 你說民主 人民來做主持這個國家 或者人民是優先 你說主可以說主人是優先 這樣就搞不清了 究竟是哪一個民 你說全民 那就最好了 全民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每個階層的利益都被照顧 每個階層都受到同等的尊重 那這些叫做真實的民主 那就可以了 那問題就來了 怎麼執行呢 怎麼落實呢 怎麼能夠讓社會上面不同階層的人 他的利益都受到同等的尊重 同等的維護 這個說就容易 實際是很難的 你說特朗普 他說我的利益呢 就是我繼續 每一年要賺多少個B 不是賺多少百元 然後呢 最好就不應該要交稅的我 這個是他的利益 他的訴求就是這樣 我繼續賺錢 以千萬億萬來到 算收到大 我一毛錢都不給的 那跟毛家姐睡街 我就說 你不要理我 我喜歡睡街 你不要嫌我骯髒 但是你又要 照顧我飲食 照顧我飲食 但是你又不能改革我走 那怎樣去平衡那個利益呢 大家有沒有一個法規 在那裡守著說 你又要養一些 我是需要得一些 但是你又要養一些 我又要養一些 讓到大家有一個公約數 在那裡 大家都認同 沒有人能夠將它的利益 百分百我享受到 我想要的東西 然後別人呢 我就不理不得的 如果你說真正一個全民共主 這樣的民主社會的話 是應該大家有一個妥協 有一個商量在那裡 大家可以平衡到這個利益 好了 接下來就是怎樣平衡這個利益 誰去做這個主持人 有一個很強烈的制度在那裡 大家都要認同才可以的 可以跟特朗普說 喂 不行你怎樣可以 你賺錢還賺錢 你也拿回三四十個百分之出來 你賺錢容易 下面人賺錢真的很淒涼 手指頭都磨損了 你不用 你坐在那裡喝一杯紅酒 就可能賺幾千萬 那我就說 好吧 我又讓一些 大家都讓一些 底層我們是怎樣做的 但你又要努力 你又不能夠坐在那裡白吃 你要有一個這樣的政府 是能夠有能力 是執行到 讓富者可以讓離 讓貧者可以得到救助 是有一個大家都信服 而不會有矛盾到 有利益矛盾 因為矛盾的時候 就怎樣 有衝突 這種衝突 好像早前我跟做節目的時候 上幾天都說到 現在沒有很多搶掠的大城市那裡 走出來搶 不是為了什麼原因 不是為了什麼原因 是為了我覺得我應份 因為我不夠 我沒有收入 我就拿些東西去賣 或者沒有東西吃的 我就去拿 這樣 看了一段影片 有一個人就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來一次 去過遊閘那些便利店裡 就拿東西喝 拿零食 拿起兩大袋酒 一個禮拜來一次 顯然他就拿去賣 拿來吃 就當我家裡的雪櫃 這些就是 你說 那誰來制止他們 誰能夠有這樣的權利 這個就是政府 這個政府要做到這樣的話 對著貧富的人 是畫一條線 大家磨合到一個共同的利益 你又生存 他又生存 雖然你又生存 可能富裕好些 但是也都 最壞的那個 不會壞得去哪 要這樣做的話 你要一個這樣的政府 有公信力 有公權力 也都大家能夠協調得到 以至他們不會混亂 不會產生 真的所謂階級鬥爭 這個政府 那是怎樣產生呢 怎麼產生呢 這個政府要有一個很強的 使命責任感 他真的由法規管者 你就是做這件事 政府存在就是要為 社會謀求這種的穩定 和平均的利益分配 嗯 政府就是要做這件事 那這個政府呢 才可以叫做民主的政府 如果我來解釋什麼民主的話 但是現在民主不是這樣理解 現在民主就是 扭曲了 現在民主就是 選票 每個人都可以投票 我們這個社會 由誰領導我們呢 各級議會有議員 議會裏面就可以立法 立法就可以管治我們 我講過要有法規 政府要管治 社會要公平 安全公平 那由誰決定 由議會決定 議會的人就是 你和我選出來 分區的選 他代表你聲音出去 在議會那裏 這樣說 要立什麼法 行政執行的時候 就是總統 總統你又可以選 你又可以選 雖然美國就是間接選 就是間接選舉 我們都叫做有得選 參選 這個就是民主 總統第一次選了出來 或者議會選了出來 那是你選的 這樣叫做民主 但達不達到我先前說 那個為全民的利益 而把握那個尺度和執行 實踐全民公平利益的作用呢 達不到 完全達不到 這個制度 不是說差一點 差一點 是完全沒有效的 這個制度 但不是以前的時候 是行得挺好的 即美國輝煌的時候 也不是 只不過是利益分配得比較好 以前是利益分配比較好 因為現在 我們說是選舉 好了 選了 搞第一 選舉本身 第一 你說我想 我的聲音 我的利益 我這個階層的利益 我是普通打工仔 我打工仔 我要找一個打工仔 懂我的聲音出去 那麼候選人裏面 那我就要看了 有誰適合我呢 這樣 這裡出了第一關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我講美國 一陣子裏面 哪一個人會出去選呢 是不是我們這個社區裏面 有很多打工仔 打工仔會產生一個代表呢 通常不行的 打工仔不代表可以的 因為政客第一 現在就要講美國很成熟 黨派 在我黨派支持裏面 已經有所謂的政治機器 政治機構 說得難聽一點就叫做機器 就是你的黨 各級的黨 然後一些成熟的金主 一些利益集團 一些團體 美國現在經常禁不了槍 因為浮槍協會 羅浮槍協會 軍火商 軍火商 他們做出來 這個是龐大勢 所以已經有很多現成的 不同代表不同的勢力 有代表不同的職業 有代表不同的商界 不同的產業 很多在那裡 這些候選人 只能夠先要跟這些人打招呼 說我有沒有機會 我跟那個什麼大佬談 我跟那個什麼金主 企業家談 我有沒有機會 知不支持我 當他走完一圈的時候 沒有人坐去 他自己知道 收黨 那就沒得選 但是如果他聽到 挺好的時候 你也不錯 但是他第一個會聽到 是誰的利益 就是這些黨 政治也好 商業也好 或者是某些 特殊理的團體 他就先要依附這些特殊理團 所以已經離開了 我先前所說的理想社會 就是說 全民不同階層 不同收入的人 他的利益 是得到同等的尊重照顧 這一點已經沒有了 因為那些政客 只能夠由 直直無明的 到跑上來 作為一個候選人 他已經經過一層的洗禮 這層的洗禮 就是已經在他身上 簽滿了不同的利益集團 金主在那裡 所以這個本身已經 不是能夠做得到民主 好了 都進入了議會 去成功競爭一下之後 進入了議會之後 議會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定會 思考到我所說的 維護所有人的利益呢? 不一定 裡面 一大獲竹 在裡面滾 他們還要玩他們的遊戲 然後 他們又為他們的金主 為他們的利益集團 為他們的稅客 為什麼美國國會裡面 或者美國議會 美國政治裡面 會有一大層的稅客呢? Lobbyist 是的 Lobbyist 是職業的 他們就受了錢之後 去叫你幫我做什麼 做什麼 直接會向這些議員說 你要幫我做什麼 錢不夠 影響你不夠 我給你更多 或者用不同的手段影響你 就是它代表某些團體 某些勢力 所以就是 有錢 有利益關係的人 優先得到照顧 所以這個 是不是民主呢? 不是民主 好 這個時候我們稍微去廣告 最後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話題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朝早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同報現場直播 回來第三次的總編輯時間 上一節 梁宗很深入地說了 究竟一個民主社會 或者制度方面 其實怎樣才為止是最好的 但是剛剛我們有一個問題 就要繼續探討的就是 在美國本地來說 曾經有個小政府時期 大家可能記憶猶新的80年代 列根總統的時候 比較少政府 有時候也比較 好像近期奧巴馬年代的時候 就會比較大政府 就是很多福利 很多規管 你覺得其實大政府好 還是小政府好呢? 梁總 就是剛剛的問題延伸到這裏 你怎樣看呢? 我就說這位朋友的問題 有兩部份 就是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問題 這個問題本身是一個問題 因為一個政府 為何要分成大小政府呢? 從中國來說 就沒有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個環境 中國和美國的國情很不一樣 在美國我們經常會問 應不應該要政府做這麼多事呢? 很多人就說 有這麼多家庭在街上 就是因為民主黨福利 福利好 大城市搶掠就因為民主黨 你說 我都贊成共和黨 因為共和黨 就要人們自力更新 就是要你自己來做公努力的 這個就是西政府 不要要政府做太多事情 美國會有這個爭論 但中國就沒有 中國沒有這種爭論 沒有這種爭論 因為中國獨裁 不是 你想想 中國人民 習慣了什麼? 習慣了什麼都要問政府 你想一想 什麼都要問政府 醫療不夠 教育不好 交通不行 什麼 是政府的事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裏面 如果人民生活得不好 政府要負責 但在美國就變成一種爭論 人民生活不好 政府應不應該負責 是一個問號 就有大小政府 將它歸納 就是大小政府之爭 意思是 你生活得不好 你願不願負責 政府 又或者不願負責 你要政府幫 又或者不要政府幫 竟然是一個 可以討論爭論的事情 但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裏面 當然是政府不對 你說政府不對 你說是否現在才這樣 不是現在才這樣 你看以前我們 說回我們儒家的傳統政治裏面 說回孟子 梁慧王篇裏面 問 為何隔離那個國家的百姓 人口越來越多 為何我的百姓 走過去呢 問孟子 我怎樣可以留住我們的國民呢 讓他們不要走過去呢 如果用現代話說 就是我那些人為何移民了 為何他們不留在我那裏呢 其實背後這種隱藏的意思是什麼 他想說 你如果是有一個的所謂 人軍 德政的話 那百姓就留在那裏呢 他也是想安居落業而已 所以這些責任是什麼責任呢 是做皇帝的責任 諸侯王 所以中國人的政治倫理裏面 就是百姓的生活是帝王去負責 而皇帝去負責就是透過政府 他的官吏 所以為何我們有一個俗語 經常說父母官 父母官 是吧 有些什麼問題 就是我以前老一回說 我們去衙門那裏去告官 因為我們所有事是政府要負責 我們現在用這個字叫政府 以前在衙門那裏是官 官府 更加大就是天子 所以當這個百姓生活得不好 甚至有些時候中國大饑荒 大天災 那那些皇帝會做什麼 皇帝會拿一個召書的罪己 自己去認罪 自己去責罰自己 就是對天下來借罪 所以這個政府帝王 就是一個現在我們現代話 叫政府 總之由上邊管治者 他是一個管理百姓 讓百姓生活得更好 是一個責任來的 所以這個是雜無旁態的 所以到今時今日 無論你說共產政府也好 其實就是傳承了中國的政治倫理 就是這個概念 政府是要為老百姓負責任的 負責任的 好像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有一個撤僑事件 就是在蘇丹 蘇丹 因為內戰 是 很不安全 所以去撤僑 中國撤僑和美國撤僑 有人作為對比 中國撤僑是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安排軍隊 軍艦去幫忙撤僑 而撤僑的時候 中國大使館的官員 是留到最後的 是要確保他們所聯絡到的 中國公民 都已經撤離了 他們是最後一批撤離 最後撤離的時候 還有很多空位 就連其他國家那些 巴基斯坦 那些老友那些 巴西那些 也帶走 所以巴鐵 巴基斯坦政府 就去感謝中國 帶他們那些國民走 中國的撤僑就是這樣 這是政府的責任 而政府的責任 就是要留到最後 平民百姓走了 同時美國也有撤退行動 這個撤退行動就是 美軍又是去 又是撤走 撤走什麼呢 撤走領事大使館裏面的 七十多名的工作人員 和大使 全部都走了 七十多人而已 好了 派一百個軍隊 一百名的達顯部隊去 互送撤退這七十多名大使館的人 之後呢 沒有了 不知道了 那留在蘇丹有一萬多個美國人 那如果大家看回一些片 當然有記者問到白宮發言人 後續怎樣安排呢 怎樣去幫忙撤離呢 那這個白宮發言人說 我們沒有計劃要去撤離了 我們沒有後續人 因為已經是太危險了 他還用什麼字呢 太危險了 現在這個局勢 我們所以不會再組織了 就希望他們自己呢 就是保護自己的安全 這個就是 所以你說大政府和小政府 我覺得這個討論本身就說 應該再退一步就是 政府應不應該向人民負責 而在中國的傳統政治倫理裡面 是必須要的 如果當政府不為老百姓的生死生活負責的話 老百姓就可以推翻 就可以推翻 民變 所以為什麼那些 那些 那些 那麼有合理性 黃袍家身也好 為什麼可以兵變 就是因為 你天子不仁 你天子不仁 那我就可以做了 但是美國呢 就不是了 美國呢 為什麼我們這個政府這麼怪呢 我們今天還要討論大小政府 政府沒有責任 就對很多事情 是你自己 可以說 我們是自由的 我們是個人主義 我們是自由民主的 你的生活是你自己奮鬥的 不關政府的 那些人說 這樣不行 政府應該要負責的 所以 就形成了爭論 沒有共識 但是你說 就算說 政府要負責民主黨好像很好 那樣 但是執行力也不夠 很多社會服務 我發覺就是 首先要執行這些社會服務 政策的人 先自己享受 至於我們服務對象 可以不可以 就好像 即是動到點子上 是的 就是 勇種的官僚體系 但是真正落到老百姓受惠 可能就打了折扣 好 那這個時間 先去廣告 最後回來做最後一個話題 我們可以廣告 好了 回到最後一集的總編集時間了 已經解讀了很多聖眾朋友和網友的 這些問題 這個時候 要等梁忠說 因為其實這個話題 上個星期已經有兩題 就是 美國會拿兩岸牌 即是台灣牌 其實今個星期 有一些最新的消息 已經有很多軍火商 美國代表 去台灣談生意 你怎麼看 這件事 逐一跟我們所說的事情 都越來越接近 很誇張 這一次 真的都沒有試過 我想 我們熟悉一些的 港交會 交易會 或者我們 拉斯維加斯 會有些交易會 每年都有一個科技展 很奇 大家都喜歡看新科技 然後國防武器也有 都有 航空展 軍事展覽 即是這些博覽會 也有大家的 即是軍火製造商 在那裏 即是招商 但是 美國的25家 最大的軍火商 組成一個團 去一個地方 來談生意 我想這個真的 不要說台灣是第一次 其他國家 可能都少有 算不算破天荒 是的 很多國家 自己生產不到武器 都要買 都要談的 這些談生意 當然經常有談軍火生意 但是你說要25個軍火商 組成一個團 去台灣這個島仔 那裏來到賣武器 你想起都其實很恐怖 這件事 是極之恐怖 你想想台灣人 要過一種什麼生活 我們看回新聞的時候 當那些石斑魚 買不去中國 中國說那些石斑魚 有什麼恐嚼石鹿 他說不行 香蕉賣不去 水果賣不去 放命去吃香蕉 這樣 就是說 小小的商品 的貿易 和中國貿易都會引起社會 一陣子的騷亂 騷動 這樣 但是現在 卻是要25個軍火商 是帶武器 要去賣給台灣 你賣香蕉 有台積電 但是台積電已經被人拔走 最大的產業佔了一半以上 其實以賴就是台積電 和相關的產業 台灣的晶片製造 芯片製造 除此之外 一般老百姓 就是靠服務業 農產品 是嗎 靠這些小工業 但是軍火商 不是開玩笑的 買一個武器系統給你 說什麼錢 你要賣多少香蕉才夠呢 為什麼台灣忽然間可以 擁抱二十幾個軍火商 同時要來吃你的錢呢 那感覺像不像 一塊肥豬肉 扔了進食人魚的鍋裡 一塊食人魚湧過來 吃光你的台灣 你台灣能夠有多少錢 去繼續養肥這些軍火商呢 而為什麼軍火商在這個時候 大家覺得這麼慶智勃勃 這麼高興 慶高采烈 能夠組成一個團 不是說 單對單各別的 我們大家一起去吧 旅行團 一起去的意思是什麼 一起都有飯開 一起都可以吃 去到那裡 我覺得是一種悲哀 很慘 畫面你想想 我記得有一張 應該是清末的時候 一張漫畫 就是說那時候 歐美列強在那裡 瓜分中國 當面一張公國地圖 那些 醜陋嘴臉的外國 穿了軍裝 想想怎樣去瓜分中國 有一張漫畫 現在像不像呢 二十幾個軍火商去到 就是要在台灣那裡 吃台灣的錢 但是他們給的 不是說 早兩年 蔡英文要開放 這個 美國的牛肉 這些豬肉含有瘦肉精的 這些 肉類製品 那麼台灣已經 吵了一頓 但是現在不是給肉 你吃的 雖然肉含有一些 添加劑 都是肉 也可以裹腹 但是現在是給你炸彈 給你一些武器 有什麼用呢 他說 有用 我們保護我們安全 但是當你用到這些武器的時候 你還安全嗎 當你用到這些武器的時候 究竟你的生命是會讓你 延年益壽 讓更多年輕人馬上沒命 所以是在買些什麼東西 為什麼這二十幾個美國軍火商 會認為台灣有一個大金礦 不斷被他們掘呢 這個是台灣很悲慘的事 而當然 就是說 政府沒有很高調地歡迎他們 但是私底下 當然一些接觸 肯定少不了 就是談好數 就是說 是業界和業界的接觸 但是 業界又是 怎樣業界化 意思是 買軍火的 當然是國防開支 不是政府怎麼辦呢 我覺得 中國人 走到這一步 是很悲哀 因為台灣 因為他就是 走失了自己 民族的定位 你說在蔣介石時期 他買軍火 蔣介石時期 他也買軍火 但是他說要反攻大陸 所以他對自己的民族 國家定位立場 是很清晰的 現在台灣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 一些台灣政府 例如賴清德意 就說 我是獨立主義國家 但是這個國家 是怎樣跟別人 怎樣跟對外 怎樣跟其他國家來相處 承認你的 畢竟現在只是 只有十中 十一 還是十二個 那樣的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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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國際上 其實是不成為一個國家的 因為整個台灣 究竟是一個政治前來是怎樣 你社會發展又怎樣 為什麼你要把你所有老百姓 辛辛苦苦 累積回來的血管錢 去供養美國 和外國的軍火箱 究竟你在做什麼 是模模糊糊 一團糟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個是真正台灣的悲歌 但是台灣島內的民眾 又好像對這些事比較 比較莫言 又或者好像已經 沒有敢 沒有敢 但是他們選的時候 就會選回民進黨 即是他們一受到民進黨的宣傳 就會選回他們出來 但是到了現在 看到他們的生活 例如中資又沒有怎樣 例如中資又沒有怎樣 例如跟國內 中國大陸的貿易 做不到 但是他們的生活又越來越差 但是他們的生活又越來越差 但是為何還未醒覺 回到我們上兩節說的 民主問題 民主監督 就是靠百姓 百姓如何能夠監督政府施政 政府制定政策 就是有一群精英的國民 最初在希臘有民主的意識 所謂的民主發展的時候 他們說的是一種議會 是一種精英制 不是真的每一個 你以為真的 三個臭皮像等於一個諸葛 不是這樣的 不是好像現在 我們這些泛泛民主 就是由不識字那個 到一個博士科學家 都是同等一票 不會的 最初民主是給精英的 是給精英去投票 是一種集體統治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作出一些政治決定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知識 沒有見識 自私自利 或者糊糊塗的一個人 你怎麼做決定呢? 但是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的美式泛濫出來的民主制度 就是不講素質的民主 你投票的老百姓 什麼都不知道 甚至知道的東西全部是錯的 你全部被灌輸一些假消息 假的資料 或者用情緒方法 控制你的情緒 影響你的情緒 去投票 他不用理你 你不需要有知識 有見識 甚至是一個糊糊塗塗 一個這樣的人就夠了 所以現在民主制度是要愚民的 是希望大部分的選民 都是糊塗糊塗的 那就最好了 你最好是我吹那支糊塗 你只會聽我那支糊塗的聲音 我什麼時候吹起 你什麼時候來投票 所以什麼抗中保台 什麼又親中賣台 全部的所有東西 簡化就是一個口號 然後天天透過它的機器 主流媒體 然後現在就是網軍 一直這樣宣傳影響 其實大家就活在一片混沌裡面 為什麼你說台灣人沒有這樣 或者美國也是 美國現在我們說的很多危機 不一定每個老百姓都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政治 政客製造環境 告訴你很多事情 你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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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麼 到時候你出來投票就可以了 你記住 你很討厭特朗普的 你記住 你很討厭拜登的 拜登的 老糊塗 你記住就可以了 其他究竟這些政客在做什麼 我們社會有什麼適合和錯 大家不用管了 就是一個要愚民的政治 就是民主現在建基在一個這樣的氛圍裡面 導致民智衰落 對 有些傷感 當然了 今天的節目也來到尾聲了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有總編輯時間 多謝梁忠 好